这个海悦准备1打5冲进人堆疯狂点2技能 因为开的是无冷却模式 连续释放2技能这个护盾加的也太恐怖了 今天给大家带的是无冷却版的五杀挑战赛 首先上场的是白起 白起使出单身一万年的手术 疯狂点1技能 无敌陀罗转转转 孙侧上场 两段1技能往回拉想骗一波技能 算了还是直接上 在孙侧大招的连续装击下 大型凤迪现场即将开启 大招虽然控制十足 但是伤害刮杀 多用几次就没难了 还不如多用1技能打点伤害呢 看到这里你们都觉得孙侧要凉了对不对 别忘了孙侧身上可是有复活甲的 复活以后蓝量又满了 玩到最后又没难了 两发平A直接抬走 项羽消消乐 大招也是可以连续释放的 把五个人一刀一刀直接消霉了 连破这个英雄不用我多说 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是霸体 压根就不怕被控 并且还可以把对面连续击飞 说实话太上头了 下半场开始 这里给大家做一个错误示范啊 这个下后蹲在防守方人还不齐 只有四个人的时候就上了 这明显不行啊 就算是赢了也甚至不武嘛 对不对关键是他还打输了 下后死得太快 可能大家没有看清啊 老木亲自给大家演示一波 面对四个残血的诱惑 我上去就是一个哈游根 为了给大家演示这波错误示范 老木也是稍微牺牲了一下 只要大家记住这样不行 也不枉我一番苦心嘛 对不对 忘记刚刚的不开心啊 来看这一波海悦直接无敌 他一个一个把人拉到幻境里边 一个一个慢慢击杀 好家伙 你这得消啊 对不对兄弟们 海悦连续释放二技能 那就等于张良开了大招还能移动 那庄周除了抵抗鞋也离挡不住啊 并且这个护盾叠加的也太离谱了吧 你们看即使海悦不使用大招把人拉走 这小护盾一叠加 对面反抗的欲望都没有了 强的有些离谱吧 跟离谱的来了啊 武则天进场 二技能把人推开 不然被空到就完蛋了 然后疯狂点大招召唤流星雨 打几上场 大招直接变成了可怜去释放的散弹攻击 这个攻击不仅能分散 而且还能集中打人 要是照这种输出打下去 估计风暴龙王也挨不过三秒 那么今晚八点继续和大家玩 这个无冷却版的无杀挑战赛模式 拜拜我们待会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